众生意平等 魂喜 将所述的证人和人的愿景 纠结了如明亮大惊 九龙世七号 黄毓民 马玉生 那女友更美风景 人民都可以 人民都可以得逝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myradio的支持者 大家好 我是毓民 我忙于选举工作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九月的月费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因为我们选举 也是非常辛苦 经常在街上 我们现在四区 他们个人都有去筹款 但是我个人 就是没有去筹款 大家支持这个毓民踩场 为毓民踩场打气 那月费就双倍又双倍 在这里希望大家帮帮忙 为毓民踩场打气 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费没有呢 未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假设你想支持的节目 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天可年见 香港何其不幸 出了个myrae港财 六八九 myrae港财 六八九 my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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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rae港财 六八九 三年前 本席在这里痛斥六八九 没有诚信 喜欢说大话 是一个人格卑下的人 根本就没有资格 文字香 myrae港财 六八九 my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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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rae港财 三年多以来 暴行逆施 天路人愿 神僧鬼烟 但是他不但不知愧痴 还用艾痴必步以斗争为乐 myrae港财 六八九 my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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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rae港财 六八九 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翻到大陆 都要唱衰香港 myrae港财 六八九 my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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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rae港财 六八九 唱衰香港 他就叫我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问他什么时候死呢 六八九 六八九 myrae myrae港财 六八九 唱衰香港 六八九 什么时候死呢 六八九先生 你的潜见问题 不是单纯的潜见问题 而是公开向市民说大话 你隐瞒 你隐瞒潜见这个事实 myrae港财 六八九 myrae myrae myrae港财 六八九 唱衰香港 六八九 什么时候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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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九 什么时候死呀 六八九 你是一个 说大话 没有诚信 品格好卑下的人 埋埋埋埋埋埋埋 財政儲備和外匯基金 統領十幾萬的公務 你的人格這麼卑下 你連個醜事長者 你都不知道 你還不立刻鞠躬下袋 是港產 六八九 何時何時何時死 六八九 何時何時何時死 六八九 何時何時何時死 我的問題是 他做了這麼多醜事 人格這麼卑下 還有什麼顏面 他管治香港 是不是應該立即破隊 六八九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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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九 暢身香港 六八九 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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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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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何時何時死 六八九 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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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佔對 多大大大大 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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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大香港早晨 第三節,My Radio和視頻聯報早晨節目 這一節,講關於學生講不講得港獨這個問題 今天,這份文匯報,沒有人看嗎? 文匯,文匯,A2 是首版,第一版是廣告 人生高峰 是不是? 如果是9月9日,就像高峰 我沒有 學動五讀大起底 學動即是學生動員 學生動員近來最大的新聞 就是,有多間學校都說想成立一些本土的學社 或者團體,好像是他們做的 是 是 有份牽引 你去學生動員,我們在節目講過 去學生動員的項目 你會見到很多個不同的學校的本土關注組 一堆的單位 文匯之前都有 文匯大工 之前都有整個單位 也是頭版 還寫完 很仔細的 雖然全部的資料都在Facebook找回來 但是寫完每一個本土關注組織的slogan 我們都不知道 寫完 對 至於現在做記者,我覺得很開心 很容易 在網上跟著跟著 就是做文匯大工的記者 很開心 然後就讀一條題 很容易 學動不讀 之所謂 還可以寫說自己是獨家報道 那是個人人 大家都有個PATRO看的 副題就是與激進派關係密切 兩個發起人是黃毓民的信徒 不是不是不是是黃毓民 因為是《文匯報》的說法 兩個發起人是黃毓民的信徒 要這樣讀的 對 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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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報道 頂了一股 那就是這件事 當然這件事引申的是什麼呢 就是早前說的 就是可不可以在學校裡面 講港獨這個問題 是啊 今天是否在《明報》有說這件事 《明報》有說 不是 一會兒再說 因為昨天羅范昭芬也有個電台訪問 在港台的訪問也都再強調 究竟可不可以講港獨這個問題 我們先看看片段 這個呢 就 羅范出來講了很多次 因為死不斷氣 現在就越講越離譜了 其實越講越離譜 這次直接說那些學生 如果他們有港獨思想 看來要起他底 查他家宅 他家人又怎樣呢 他形容的說法就是 教育局要灌輸一套價值觀給學校 即是說他將會 那個說法就是 有一套政治的價值觀 就會要強階學校裡面 包括就是不主動去講港獨這個話題 這個是開始的 你不知道他及後還要迫你做些什麼 你想想之前已經有什麼外國教育 又說國教 又說普教中 普教中是另一件事 當然也是一個殖民洗腦 已經有這些 好了搞不行了 但是一個反手 有人搞一些本土的組織 學校裡面說選學生會可能 這樣會不會牽引一個港獨的議題呢 那你再說回就是 早前這樣說 就是教育局那邊說 可能有機會就是 吊銷這個教師的資格 因為如果你講港獨 這樣就 即是他們沒有完全勾在一起 但很明顯就是把事情掛勾 就是說他們學校本身 教育局本身就有權就說 你們學老師的職責做得不足 那我就可以註銷你的教師資格 就是繞過那些學校來炒購你有意 但其實他們現在的狀況 是不是不讓你們討論港獨 不讓你們討論港獨 是不讓你們支持港獨 根本政府現在的狀況 就好像高達斌一樣 即是討論當然有正反 白痴仔 當然有支持反對 他現在不讓你討論 不是不讓你討論 不讓你支持 是他現在站在很奇怪的位置 他有兩件事 第一是當然說不可以鼓吹港獨 那你作為教育工作者 那你說這是一個政治議題的話 那會不會是鼓吹 怎樣的話 那我覺得都 未必會 即是你說作為一個老師 會不會強加一套價值觀呢 我覺得機會就不大 那你說 但又這樣說 我們小時候 中文老師中史老師 164附近 就播帶了 就要說回 那要去維園 那要去聽什麼花 那樣 是啊 就開始有這些 港獨這件事 你說 但是其實 再深的說法就是 究竟學校討論不可以 你都找不到 你找回人頭你都不見了 然後要討論以前的 譬如你說歷史 那你說中國分裂那些 你是不是不能說 以前 一說三國 不能說 分裂了 五代十國 五胡亂說不行 全部都不行 那你說討論 討論港 那句話就是 學校不應該主動去討論港獨 那現在學校沒有主動 現在只有一群學生搞 好啊 那這個就是其一 其二就是 如果你主動 其實之前也有說 那我們玩小學雞就可以了 譬如五讀大起底 我和英軍兩個 在小學裏面 搞一個中學 本土學社 然後老師就說 你不能說港獨 哦 你講了港獨兩個字 他之前都是這個說法 其實如果要討論的話 就要按著所謂基本法框架去說 現在他的說法就是 這些就是權威的資料 基本法哪有權威的資料 你不就只有第一條 那就是第一條 就是什麼不可什麼部分 如果沒有充足資料的東西 是不可以接觸 不可以討論的 那外國也不應該討論 愛什麼國 基本法沒有寫外國的 那是不是又不可以討論 不可以鼓吹呢 共產黨倒台之後 中國是什麼呢 中國是不是還是中國呢 怎麼辦 什麼都不可以討論 這要不要討論 那當然 這個是牽涉幾件事 今天蘋果有一篇文 都是說這件事 第一就是你壓迫這件事 其實是浪費氣 你在學校裏面很多東西 不討論 但是所有學生都認識 包括打飛機 是啊 什麼時候有討論到打飛機 沒有人討論的 但是有哪個男同學 是不拿手這件事 就是自初中以來 有很多東西你越壓迫 就越更加討論熱切 這個很浪費氣 就是你越說不要說 你作為一個權威 你作為一個死老爺 你有幾十歲人 對於學生來說 你越不想我去做的 我當然越想知道那是什麼 你對於學生來說 學生 例如初中生來說 有多少個熱衷政治 當然不多 但是你說不要說 我覺得一定是好東西 一定是好東西 包了膠袋的書 應該特別好看 不是 尤其是有些黑色筆畫的 一定要看的 尤其你問Keyo 就知道 美國出來的機密文件 逢有Marker畫了 一定是好東西 畫得越多越好的 基本上他只看斑馬 是最開心的 你不去看 那你說這個 當然 泛民那些死蠢 就說這個是政府合起來的 將議題講港獨的 那你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 一個博弈論的籌圖困境 你覺得越是 越應該冷處理的東西 其實對於政府來說 就越不敢冷處理的 就唯有高調做的 其實越應該冷處理 他一定是會 越走向高調這樣做 你沒有辦法阻止到這件事 而最慘的就是 你越壓迫這件事 那些學生是越搞的 你說可不可以 對他有一個很大的阻止 我又覺得 不是 我又覺得 未必是 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效果 而另一件事是 你說回兩天前 對於教師的說法 這個更離譜 就是你繞過了一個 那個學校的管理機構 那個管理層 去 其實 去懲罰那個老師 而你要記住 那個老師 是在做學校裡面的工作 如果教育那位有權 當然他有權 就是這樣說 如果他繞過了學校管理 去做了這樣的行為 其實那個學校管理 是蕩然無存的 沒有的 現在基本上 你各樣事情 你剛才羅凡也有說 你說應該要培訓教師 培訓教師 令他們成為 基本法 是比較必修的課程 對於教師 他們就可以拿著那些條文 成為權威的解讀 解讀 告訴你 其實把教師 好像叫做政治工具 你任何學生 想講講讀 或者你有一些學生 想說 我們要搞一個學生會 我們什麼本土關注組 我們要搞一個學生會 現在給不給 每間學校都可以 可能有他們的規則 要怎樣成立一個學會 一個熟會 他們嘗試去揮這件事 都不能給 一不給就變成地下組織 這樣就更開心了 到時 立刻就反省覆明了 腳本第一刻 是不是 這個很兩難 我想你作為管理那邊 或者作為學校 學校管理階層更加尷尬 你叫我叫他們不要做 你找了我來搞 越不做他就越早 浪費 那你又可以怎樣 另一件事 如果你回到一個很大的層面 正經的層面這樣說 就是 這個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你先不要說 鼓不鼓吹 你只是說討論港獨 這個也是一個言論自由的部分 如果你說我反對港獨 這個也是討論港獨 這個是如何下一個定位 就是怎樣為之不可以討論呢 如果大家都聲言搞話 我們是不支持港獨的 這個又是不是一個討論港獨的一部分呢 另一件事就是牽涉了言論自由 你是不是說 這個世界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說的 不論在校園內還是外 這個也是一個奇怪的 我沒有聽過校園裡面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說的 那是政府用的常用 慣常的詭辯 可不可以公開討論吸毒 又是那句 討論有支持有反對 為什麼不可以討論呢 就是沒有理由 如果牽涉毒是因為 這個就是高達斌那個論壇說的 不可以禁止一種討論的 那你裡面有支持有反對的 你學校可以做的事 除了不讓他講之外 你可不可以告訴他 因為獨立會怎樣 如果你是左派學校的 你就告訴他 如果獨立了就會撲卡更加慘 如果你不是的 中性一點的 你就兩邊都告訴他 學校是拿來學一些不懂的東西 他現在連片開講都不夠膽 你說高達斌的言論 他很喜歡把那個詭辯 其實這些很明光寫的 那個詭辯他就會擺在 喂可不可以討論強姦 是否應該呢 如果大家都說應該的 那就會禮崩惡壞 這樣說 第一 這個世界有些事情 真的你要相信 有些事情叫普世價值 有些事情已經在價值觀上 已經下了定論 你說可不可以討論 討論完之後 你作為一個老師 你當然要灌輸正確價值觀 但是一些政治立場 政治取向的事情 我想很多事情 不是一刀切有正有反 包括你說的 應不應該民主 或者民主和獨裁 這個討論 都值得討論 或者很多地方 甚至其實 其實在早幾年 我讀過老師的時候 其實大陸是很流行 有個 我不知道是寫手還是作家 叫徐憤 他很流行拿以前 一個德國的哲學家 還是神學家 還是兩架 叫卡爾斯密的人 拿出來是負責反民主的 他覺得獨裁有他的好 但是很詭辯 裡面寫得 是可以討論的 我是覺得 是這樣的情況可以討論 這個世界有必然的 不要說必然正確 而是大家在普世價值之下 已經覺得 視之外在價值觀裡面 是一個 其實不是不可以討論 應該是說 是無需爭論的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是說 不能討論 而是有些東西 都無需爭論 現在還在討論 地球是圓的 還是平的 是荒的 那我覺得 那些不是不可以辯論 是說來都浪費 但是 如果是這樣說 這個世界是沒有東西 不能辯論的 或者沒有東西 不能討論的 只不過覺得有些東西 說來浪費 好了另一樣東西 關於價值觀的問題 如果你說 喂 有些東西討論了 真是雙峰敗德 真是禮崩惡懷的 如果你在學校裡面 做這樣的討論 假設 檢查室裡面有個講 我Physic Sir說 都有教講打飛機 那那個可能是 熱能力來的 或者是講拋物線 年輕人才有的 如果老人家講 就是地心吸力的 那個是 你明白了 關於打飛機這件事 湯浩剛剛知道 真的很好笑 就是3-4的問題 這樣1秒10米 就是這個 什麼都應該可以討論 這個就沒用之間 但是如果關於 又這樣說 如果他在講煽動一些 跟價值觀 即跟普世價值觀有異的東西 譬如他在講說 強姦是合理的 吸毒是好的 這樣說 有些我都還覺得5050 譬如說大麻這樣 可能都不是沒有討論空間 或者要怎樣落一些住腳 你討論那些 一出來就被人打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動他 如果老師值得被批鬥 或者被炒友 就算要做 這個都是校長的決定 這個也不需要由教育局去做的 如果在我的角度 這個跟教育專業 或者跟香港學校管理的制度是怎樣 我就沒有跟著 但是對我來說 就是哪一個有權去處理那個老師 才是問題 如果在討論方面 好了 剛才我說的 是解答高達斌的詭辯 這個世界不是沒有討論的 只是有些事無需討論 這樣 但是他們現在最害怕就是 因為那些很多學生組織 就是有一個列列在 有些就表明說 開學的時候我們會派全單 搞啊 其實那件事很互動的 就是之前他們開始有學生讀員 有不同的校內的教生會也好 或者他們自己現屆的學生也好 他們就說 某某學校的本土關注組織 這樣 就會有些表明說 我是鼓吹港獨的 我是宣揚港獨的 這樣的情況 接著他們開始就很害怕 就牽涉了剛剛說的不同的情況 你有教育局走來兇狗你們的老師 就說我可以炒狗你們的 如果是在學校教這些 然後羅法之勳 吳克劍 吳克劍就上京 我們這些全部在節目裡都說過 一件事一直推出 推到就是去到 那些學生其實都完全不能射你 剛才說印定單章 告訴你我就會派 學生不會被人炒 他們就很害怕 他們現在就害怕到你好像羅法 越說越離譜 如果我看到你有這些鼓吹港獨的學生 但是我認為 他也是這樣說 見家長 就要見家長 要審咎你們的家長 認識些什麼人 究竟要當你是黑社會一模一樣 他們就是一直這麼害怕 但是學生是完全不能射你 好像阿四或者英文剛才都說 如果你們禁止這件事 其他學生不知就類的 他就覺得很好奇 我在門口排 我在學校門口排 開學日我在門口排傳單 然後有些老師或者校工 然後說 兩派都可以 收拾這些東西 那樣東西是有型的 然後他就說 咦咦咦咦咦 一定有得搞 我一回學 我一回學 開學日一回來就說 就有東西發生 一定吵了 一定開心的學生 我們的學生 這是 mentally 健康 高級大 肥仔明 這麼搞的 肥仔明 還用不來 然後人們就會處理這些 其實有些老師 你不喜歡他 但你搞得那個老師 頭昏老聴 你一定很開心 你懂得政治嗎 很多學生你不知道那件事的發展是怎樣 完全不知道 其實本身都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見到就是肥仔明 搞到一個很肥的sir教化學的 叫化學肥的 那個化肥搞到頭昏腦脹 我們就覺得開心了 那件事就仍有得搞 而且是build up 了那些所謂 倡議港獨的學生領袖 令他們成為英雄 但是這個是知道的 對教育工作者是一定知道 對政府也知道的 但是剛才就是那個博弈論的問題 他最後控制不了不能自己 他最終一定要高調處理 這個其實大家冷處理就沒事 但是他無奈面對這件事 不論是他再上層 說的是大陸政府的壓迫 或者他自己都擔心 就是好像你的意思 他覺得他不搞 他又擔心他會撇地開花 搞了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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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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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你見到選舉書就是這樣 其實那份確認書就是這樣 明知一搞是賴的 但是你作為那個部門來說 當然是搞大它 有這麼大聲勢 告訴別人我有做事 還要走向錯誤的方向都做 我一定會這樣做 那你上面怪罪下來說 那你叫我做 武功都有樓 張子鎮也要錢 讀那份確認書不用考慮 那你見到就是這樣 現在8月底 23日 你還有一個星期就開學 你到開學就另一個勢 因為現在已經講明 有些學校可能會做 當然要留意 因為我們也支持 那個支持是支持你有個言論自由 還有可以搞到政府 搞得他們永遠都支持 當然開心 好,我們這次就到這裡 先休息一會 因為大肯回來 我們休息一會 然後我們加進去 當然 certainly 你 好